欢迎收看6月17日的开始起跑线 港股上周下跌 恒生指数上周五收报17,942 相对前周下跌了425点 跌幅2.3% 国际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按周分别下跌 2.1%和1.7% 互生股市上周也表现偏软 上证中止跌近3000点 上周五收报3032 按周下跌0.6% 深圳层子上周五收报9252 按周回跌跌3点 港股盘面上中资券商股在上周星期五 午后拉升 因近日市场传言 国泰军安与海通证券将合并 海通证券6837和国泰军安2611 上周五分别上升5.6%和4.2% 手机产业链股份继续呈现强势 国内外主要手机厂商纷纷布局AI 苹果近期发布了Apple Intelligence 华为小米 OPPO Vivo等国内手机巨头 此前也已提前布局 AI大模型在为智能手机机造产业注入 新动力 同时 其将其对于手机硬件及零配件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动手机硬件迭代 手机零组件供应商有望从中受益 至于今日试矿 党股ATR预计恒指今日低开145点 报17,796点 恒生指数夜期6月合约上周五 收报17,794点 滴水148点 市场将关注今天公布的中国三头马车经济数据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查百道 股票代号2555 查百道主要在中国通过加盟模式从事限制茶饮 连锁店业务 其8000多家门店遍布全国31个省市 实现中国所有省份及各县及城市的全覆盖 其产品组合包括通常可于全联销售的经典茶饮 以及仅在特定时间或区域销售的季节性茶饮 及区域性茶饮 在2023年查百道的总零售额达到169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限制茶饮店市场中排名第三 市场份额达到6.8% 集团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商 收取特许船使用费及加盟费 向加盟商销售货品及设备 其他收入包括查百道门店设计服务 外卖平台的线上运营及管理服务 及查百道集营店收入 过去几年集团财务表现实现强劲增长 收入由2021年的36.44亿元人民币增加 16.1%自2022年的42.31亿元人民币 并进一步增加34.8%自2023年的57.04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从2021年的7.78亿元人民币增加 增长率高达25.2% 远高于同期中国软饮料行业 4.4%的整体增速 而限制查营店未来人具成长空间 2024年至2028年符合增长率预计高达 15.4%查百道一直渗透 并将继续渗透自拥有巨大消费增长潜力的 低限级城市 同时计划稳步扩大海内外市场的查百道 门店网络 建议买入价10.6元 目标11.8元 只准为10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低限9138点后有承接回升 最多升59点或0.65% 高限9265点 全日收时报9252点 升46点或0.5% 成交4518.58亿元 市场交投回升 两市成交合计增于一成至8481亿元 总结上周四日市 互指累计跌0.61% 连跌五个星期 累计跌121点或3.86% 日经方面 亚太区股市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中止连跌两日 日经平均指数收报38814点 升94点或0.24% 日股上周累升0.34% 肚子方面 法国政治危机继续影响投资者情绪 资金流入美债及黄金避险 加上美国最新经济数据疲软 美股中午个别发展 倒指低开118点后 跌幅层扩大至341点 低见38305点 标指一度跌0.55% 两个指数集后都挽回大部分失地 每市收市 倒指跌57点或0.15% 报38589点 刀指错0.04% 报5431点 那指反弹0.12% 报17688点 美元方面 法国政局混乱消息拖累 欧罗对美元汇价 录得两个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牵动美元汇价城墙 日元对美元则跌至六周以来最低位 美汇指数曾高见105.81 是5月2日以来最高水平 升幅达到0.58% 石油方面 美国消费者情绪指数乐化 国际油价中午偏软 上周累计人生近4% 终止连跌三周走势 也是4月以来最佳单周表现 纽约期游收市跌17美鲜货0.21% 每桶报78.45美元 黄金方面 美国通胀放缓 市场对联储局今年减息的揣测升温 加上欧洲股市受压 避险资金流入金市 千栋金价升于1% 四周以来首度录得单周上扬 纽约期经收市升1.3% 每盎司报2349.1美元 谢谢收看今日的开示起跑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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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